HELLO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BECUBE EVEN 2016新推出的 藝術大師晚色唇膏 這次一共推出了46款顏色 有霧光跟柔光兩種指定 今天呢 我挑選了10款我喜歡的顏色 來做試色分享 BECUBE EVEN 2016新推出的 BECUBE EVEN 2014新推出的 BECUBE EVEN 2017新推出的 GISBECUBE EVEN 2017新推出的 現在是咖啡的 它會不會是咖啡的 是咖啡的 是咖啡的 不是咖啡的 是咖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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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發現這次配挑選了 10款顏色4色 就是除了一般我們常見的裸色、粉色、紅色、珊瑚色系 就是會讓女生變得粉嫩的顏色之外呢 多了幾款特殊色 有沒有覺得那個特殊色還蠻好看的齁 只要輕輕的一抹就讓你非常的有自我風格特色 然後當然呢就是我們一般外出 可能不會這樣子去塗抹特殊色的唇膏 只有參加Party的時候會使用 但是我參加他們新品發表會的時候 彩妝師有示範 直接使用特殊色的唇膏 來當一些眼妝的點綴 或者是拿來混色作為一個唇彩搭配 我覺得非常的實用 所以特殊色其實也是非常值得收藏的 今天呢 彩妝就來好好的介紹 怎麼樣玩這些唇膏 首先呢 顏色的部分有分為暖色調跟冷色調 一個唇想要塗得漂亮有個性的話呢 就可以根據它的暖色調跟冷色調 去選擇你要塗抹什麼樣的形狀 簡單來說呢 就是冷色調 像是藍色、紫色這些顏色 它會讓你的視覺效果 就是變得比較冷 然後有內縮的感覺 所以當我們在塗抹唇的時候呢 可以勾勒出俐落的臀風的線條 讓整個唇彩是比較有個性的 可是呢 你同時可以把你的唇塗得豐滿一點點 這樣子呢 你的唇型就會變得非常的完美 然後像是暖色調的唇膏的話呢 像是裸色、粉色、紅色這一種 因為它本身就是會有一種膨脹放大的感覺 所以當我們在塗抹唇的時候 我們可以稍微的圓潤 然後再內縮一點點 這樣子呢 就會是讓你的唇有一個完美比例的感覺 所以呢 基本上 顏色跟畫法也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你只要掌握這個原則之後 你就可以畫出一個完美的唇型了 然後呢 我覺得這次他們推出的唇膏非常的聰明 跟一般的唇膏不一樣 它的頭變得比較尖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畫出漂亮的唇型了 完全不需要唇筆 就可以利用它尖頭的地方 描繪出細緻的唇風 然後呢 可是它的寬度其實也是很足夠的 所以只要打痕輕輕的一畫 整個唇就可以瞬間均勻的塗抹了 所以我覺得它非常的好畫 就連單手使用也可以畫出漂亮的唇型喔 再來呢 混搭御用的唇彩也是非常重要的 唇膏可以不只是唇膏 它可以變成是多功能的一個彩妝品 就像你可以挑成一支粉色的唇膏 然後把它點在你的雙頰上 右手稍微的推開來 它就可以變成腮紅了 有沒有超級多功能的啊 當然啊 還有我這次帶了很多特殊色的唇膏 它們呢 都可以拿來當眼影或者是眼線使用 我覺得非常的實用 最後呢 我推薦大家這一次一定要買的三支唇膏呢 有黑色 白色 還有正紅色 為什麼呢 因為它們在一起就可以混搭出各種的顏色囉 你就可以自由去調配出 呃 我想要粉色或者是我要深紅色 像今年秋冬 非常流行深紅色的唇膏 如果你沒有預算去買一支的話 你就可以自己去調配出你想要的深紅色的唇膏 我覺得這款唇膏非常的好用 推薦給你們 你們自己去試用看看吧 好 有任何問題歡迎留言給我 我們下次見 掰掰 illeились 似乎 дальше Kaitف薦 擁有 純 啊 Du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